後來 鄉親的新聞一開始 來關心 個體中華站 中甸的年底通車 不過 所來發生 鋼鐵保障 逢供學的事項 這一名小時候的男主 跟中華個體站 會由包障的鋼鐵 林完二兆 讓鄉上無法輸給完工 就處 供學真宅 竟逢對著之後 終勝是來抓到人 這專案 也依照鋒海自由 供學出宅 槍袍 獨品頂嘴嚴 依照鋒 竟逢是嚴慌的騎駕修舍 超出武術的電環座工 這些用途 都是用來供學 除了武術的以外 還有改造的槍機 可見這個保障集團的活力不少 竟逢表示 因為店中鋼鐵站就要通車 下油包障 都有萬港的壓力 這個環座集團就是最準包障不夠英國 相反不拿槍聲 也還要人 多數包障 都是開情小災 他們是持手槍 以及棍棒 以三四人為主的話 方式 將現場大概十餘名員工 把他挾持到民宅裡面 要迫使那個廠商 因為高鐵延誤施工的問題 會有違約性的問題 然後將他的員工把他挾持到民宅 然後再迫使廠商能夠交付相當的金額 以求工程順利的進行 竟逢調查基礎 這個環座集團 另外亦可涉嫌製舊北京 類似侵客出財案件 侵客來的錢都拿來買賣賣毒品 竟逢不僅先抓到三人 但是有一面嫌犯在得 竟逢轉了最切當中 大專輯新聞電視 電中 彩虹博德